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BUBU恰恰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恰恰 今天的傳說對決做了一個重大的改版 除了射手加強射程外 也有24隻英雄增加了改動 我今天要利用3分鐘的時間帶你去了解 好多隻啊 超簡化 菲尼克這次加強了飛賊印記 降低了基礎傷害及加乘系數 但是增加額外附加的基礎傷害和加乘系數 減少了冷卻時間 降來降去 總之就是加強啦 菲尼克66666 哥德爾削弱了被動技能點睛 降低了魔法加乘系數 連續四下普攻後再也不會增加護盾囉 可愛的愛麗絲削弱了大絕招新神詛咒 降低了魔法防禦的趴數 和增加了冷卻時間 查格納爾削弱了2技能搖搖呼拉圈 減少傷害增加耗魔 斯科德的E技能狂暴衝擊 減少了冷卻時間 同樣的三技能狂暴衝擊 也減少了冷卻時間 美娜的被動復仇 額外增加自身生命%數的傷害 還有E技能旋風之連 額外增加自身生命%數傷害 和減少魔力的消耗 阿杜溫的E技能地裂斬 增加基礎傷害及加乘系數 2技能戰混沌增加生命加成%數 加強加強再加強 大絕招滅蒼生 減少了冷卻時間 小兔子史蘭茲增強了E技能飛行長矛 增加技能命中後的攻速加成 命中英雄還會額外增加跑速 命中野怪會額外造成真實傷害 但是卻削弱了大絕招野性藥劑 減少了額外跑速及增加冷卻時間 熊貓大師祖卡削弱了2技能 熊貓戰車降低挑飛時間 最終兵器歐米切 技能2衝撞模式平衡了冷卻時間 同時增強了他大絕招的傷害及加乘系數 超醜木家覺得被動污毒增加了傷害 同時平衡了 1技能毒氣蔓延降低傷害 降低魔力及冷卻時間 同時增加大絕招萬古纏身 對友軍的治療能力 伊耿士也做了一些調整 增加了他些許的移動速度 同時增加2技能流星火雨的傷害 及加乘系數 牛魔王增加了大絕招的傷害加乘系數 和降低的冷卻時間 薩尼增強了1技能英勇衝鋒的傷害 及降低冷卻時間 貂蟾增加生命 增加生命 讚讚讚 甲蟲做了平衡1技能恐怖蟲災的 觸發印記弱化前期強化後期刀鋒寶貝 增加了基礎生命及成長的生命 太讚囉 增加了被動技能刺客擊殺 和助攻的生命回復%數 拳王拉茲平衡了波動拳增加減速效果 減少持續時間 金娜光頭和尚增加被動怨靈的傷害加成 夸克拉人的持續時間增加囉 同時也有新的造型 墨拉削弱了基礎屬性 減少物攻及成長物攻 普雷塔的部分削弱1技能 瘟疫吐息減少了傷害 盧蜜亞哭哭繼續削弱前期的傷害 好可憐喔 沃瑪爾則是修正了BUG 你再也不能暈塔了 塔萬歲 在底下留言塔萬歲 那這部影片我做的其實蠻久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這段影片 麻煩你幫我按個讚鼓勵我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看完的心得 所有的留言我都會一一回覆你 謝謝你看完這段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專精菲尼克打野的 Bububu恰恰 我們明天見 掰掰